现在想想到后怕 那十万块钱差点就没了 老婆 钱没了倒没什么 关键是人如果没了 那我可就崩溃了 老公 你是怎么发现何子是骗子的 就是因为他太会说话了 他一张嘴跟你借钱 我就留了个心眼 我背着你去了一趟公安局 我查了一下他的底子 果然是个骗子 差一点就让这个骗子得逞了 没想到 何子现在居然变成了这种人 算了老公不说了都过去了 如果有说说起来这个事 我也有责任 老公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如果我平常 能够多花点心思在你身上 听你说说心里话 我再多跟你说说 你喜欢听的话 那我不就是你的知己了吗 我绝对不做蓝眼知己啊 那当然 你是我老公 我有一个问题 特别想问问你 你问 如果何子不是骗子 你们俩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呢 不可能 我有这么好的老公 这么好的家 那种事想了没想 那当然了 我不但能做好你的好老公 我还可以做一个你的好知己 夫妻之间 一定要敞开彼此沟通的心灵之门 一旦一方关闭 那另一方很有可能就会去找寻其他的沟通对象 这种找寻 对于婚姻来说 是极其危险的 所以每一位丈夫都应该努力成为妻子的蓝眼知己 每一位妻子都应该努力的成为丈夫的红眼知己 夫妻间彼此倾诉 彼此倾听